我们到达从日内瓦市的火车站 乘坐环湖的普通列车到了Motro Motro这个地方是在日内瓦湖的北边一个城市 你要想去英特雷库的话 你要从这儿坐这个Golden Path 就是黄金列车 我分享一个坐黄金列车的技巧 看到没有 这个5号到这个Motro火车站的5号站台来 你一定要先问这些个工作人员 刚才这个女孩特别好 她告诉我们了 我们本来是想坐的是那个12点半的那一趟车 她说不要坐那趟了 那趟有个缺点 这就是那个黄金列车 咋也不是黄色的呢 这黄金列车呢 它是有好几个等级的 不是一样的 就是有的高级点有的低级点 有的那高级的还要你定座位 再额外花钱 但是 这个女孩告诉我们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她说不要坐12点半的那个了 要坐2点半的那个 因为2点半的那个了 它是个高级的列车 但是它的座位挺富裕的 就是空余下来一些座位 你不用再花什么钱 不用付额外的钱 你也可以坐上去 我觉得人家这个黄金列车吧 倒是挺人性化的 比那天坐的那个倒霉的那个欧洲之星要 要好多了 他说你这个就是付费的那种高级列车呢 只要有空座位 你这个欧铁通票的人也可以坐上去啊 没有空座位呢 当然就不行了 他查了一下 他说有50个空座位呢 让我们等着那个 因为那个车呢 一个是条件好 也不用再付额外的座位费 因为它是空余出来的嘛 最重要的是说 它可以这个 就说直接到达英特零肯 for mature 就是从这个 mature 直接到这个英特零肯 英特拉肯了 你要是做那个普通的 像我们原来挑的那个 12点半的那个吧 你中间还要倒通两次 你看你要是不带东西的话 倒也行 你看我们这带着这个 大包小包的 带着这么多东西 你来倒通两次真是麻烦 而且它时间不长 一共就三个小时 你中间得倒两次车 实在是不方便 这边这个啊 这边这个就不是黄金列车了 这是他们国家政府的 那个普通的火车 其实这普通的火车 我看人这个 你看这座位多宽敞啊 这普通的火车 座位也非常宽敞 昨天我们坐的就是这个 总之吧 就说我觉得这个人家瑞士 这这个黄金列车 还有这个普通的列车 我们坐的感觉都挺好的 而且服务人员态度也好 不像那个欧洲之星吧 他就特别坏 他就他有座位 他也不让你这个欧铁通票买 他一下午叉叉哪辆车都有空座位 反正你就必须得掏高价车费 你要不掏他就他就不让你坐 不让你买 而且态度吧 关键是你好好说也行 这个态度特别恶劣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你愿意去坐飞机就去坐飞机吧 就是那种毫无同情心的 但这女孩就特别好啊 所以你们来这一定要先问他们 让她来帮你挑选一个 既不用花钱 又能够直达的这种车 她那手里她那电脑里边都有 都存着呢 哪趟车剩了多少座位 剩了多少座位 这个好 你自己盲目的选 因为你不知道她中间停几站呀 怎么着啊 自己选的那个不一定好 还有啊 一般外出旅行呢 你不一定能够 就是有时间去餐馆吃饭啊 而且为了省钱呢 只要这瑞士的餐厅说特别贵 一个人大概就要消费 我看他们消费七八十个瑞士法郎啊 所以说呢 你就我们刚才呢 就在这个门口 这个车站的门口啊 无论是外边还是里边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什么啊 这个看这袋子上没有 这个袋子上 这个M啊 这个M啊 这个M头的 这个袋子上边的 这种M的 还有一个叫Cooper COOP那个 这个是那种 它的超市啊 便民超市 你就去里边买点吃的 里边一般一个 那个盒装的那个套餐呢 它是六个瑞士法郎 六个瑞士法郎 或者是有大的好的那种 十二个瑞士法郎 比你去那个餐馆吃饭 要便宜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没有时间啊 是吧 你像我们今天 哪有时间去啊 是吧 你看这里边的座位 这是普通的 这个是普通的 Golden 这是普通的Golden 黄金列车 我们要坐的那个 可能会比这个更好一些 刚才这个车站的服务员 这个女孩 刚才这个女孩 把我们带上来了 就这女孩 帮我们找的座位 因为他们都留出来了 一些空的座位 这个座位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车可以 直达Intelton 不用倒车 就这女孩 以后上车来就找她 再给她 え 这让人 去 你 我们 这 这 这 现在